哈囉我是阿滴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尊 我們今天要聊一聊高中生會遇到的 英文學習相關問題 好了我們今天是來到了第三週的 collab week 1月的 collab week 就是要邀請很多不同的 YouTuber 讓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哈囉我是尊 真的很 cute 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尊 尊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你的頻道在做什麼 那我的頻道叫做人生自己來尊 我的頻道主要就是實驗 開箱 都市傳說 你想得到假七假八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相信大家應該 多多多少都一定有看過他的影片 所以尊的頻道現在已經五十 超過五十萬訂閱囉 那他在這個經營的期間當中 其實做了各式各樣的影片 大家知道嗎 尊他其實 你的年紀是多少 我剛滿十八歲 青春養一年 他才剛滿十八歲耶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尊的時候 是在 YouTube 的記者會 那時候我就記得尊 他跑過來就是問了我一個問 他就一連嚴肅這樣 我以為他問我什麼 結果他既然問我的是英文作文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 滿有趣耶 就是這個 YouTuber 還這麼年輕才十八歲 然後還正在就讀高中 所以可能會遇到一些高中 學習英文上面 對 常遇到的問題 對對對 我今天的合作影片就是要來 跟這位高中生 YouTuber 來討論一下 一些在台灣讀高中的學生 在學習英文上面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先問第一個喔 學校都一般以考試為重 所以就常常衍生出很多奇怪的錯誤 但是老師都會跟你說 你就先這樣飛 因為考試是這樣看的 這是什麼意思 我國中的時候有學到就是 在一個名詞後面要加 酷的 Let's 畫質後面 在讀川哈記的字 對對對 可是老師說 不管怎樣加 Let's 一定對 結果到高中才發現 Let's 幾乎每次選都錯 其實考試為中心 學習語言本來就是一個比較 可能因為想要量化我們的語言能力 學習英文的目標 只是放在考試或是 得到這個分數上面的話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你考完試之後 就不會想學英文了 真的真的 英文能力巔峰 就是在你最後一次考試 之後不以考試為重 就開始自己學英文 你就覺得欸 蠻有趣的 可是我考試比例很爛 你不要為了只是考試跟那個分數 去學英文 因為你這樣子的學習才是 在沒有考試之後 你還是會自主學習 網路實在就是這樣子 必須要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比如說 來YouTube上面你知道 找一些有趣的英文老師 我不知道啦 不知道YouTube上面有誰在教英文 嗯 真的不知道 不太知道 稍微搜尋你知道 我們都看到這部影片應該就知道了 好 OK 下一個問題 第二點關於不管什麼東西都一樣 台灣人學習任何語言都一樣 不敢開口說 嗯 不敢開口說 一定會怕自己有臉說 你說錯了 你好蠢喔 對對對 我自己是講覺得 就是很多台灣人會有一種 迷失就是覺得 美國腔的口音才是最好的 如果我今天發不出來這種口音的話 我就乾脆不要這樣 喔 我們老師之前也是這樣教我 對 但是這個其實是錯誤的觀念 就是口音其實 對我來說我覺得 只要不要發音錯誤讓人誤解 其實各國的口音都是可以接受 就算你是台式口音又怎樣 我的英文口音也不是美式 我的英文口音是 有一點新加坡跟美式的破綜合 對 但是就是我可以溝通嘛 就是我講的也很流利 所以我覺得口音不是問題 重點是要勇敢的開口講 So let's start speaking in English Bravely OK OK 盡量 OK 我問第三個問題 Click click 因為考試重點主要都擺在我們的選擇題 閱讀測驗 單字測驗 所以我們台灣人 好 我的請問一下 你突然這個發覺在改變 因為我的攝影機它快斷掉 它臂子太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用分的 你就知道我們拍攝中 到底有多少事情可以發生 回到現場 我們剛剛這其實全部都已經錄過了 我們要整個重錄一次 但是我們會保持著最真實的反應 你知道我們的演技都很好 因為考試的重心 主要是擺在書面的測驗 或是閱讀單字上面 嗯 喔不對 不是這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沒有Rate 好 等等 等下一個 OK 第四個問題喔 上了高中後才發現到英語的重要性 可是這時想要努力時 你才發現你根本找不到方法可以去努力 為什麼會發現英文很重要 阿滴你知道有一個頻道叫Visauce Visauce 主持人叫做 Michael 我在國中就是專門為了成績 到高中後才真的喜歡上國書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喜歡Michael這個Youtuber 嗯 就是因為他我才想要開始認真學英文 但是當時我根本真的是找不到什麼學英文的方式 我覺得對於很多人 就是他們來問我的問題是 我想要學好英文 什麼都 什麼方法是最神奇的方法 速成班 速成班 然後我騙人 無痛學英文 其實真正最好的方法 尤其是當你現在在自學 你要花你課堂之外的時間去學習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自己有興趣的方法 才能夠持之以騰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不要去聽信別人選英文的方法 他適合這樣選 也不一定這樣適合這樣選 我之前就看到有一個人他說 背單字是給純單才做的 那他就是說 你就是一直讀故事就好 一直閱讀 我發現那個根本就不適合我 我真的是比較適合背單字 我背單字很快 所以我是適合背單字 而且我也喜歡 你要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方法 沒錯沒錯 每一個人最適合的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找到好的方式 自己有興趣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第五個問題 你在閱讀或是聽寫的時候 因為你的智慧量太少 你完全看不懂 然後也聽不懂 這個的話我覺得有兩個解決的方式 第一個是 就好好學怎麼背單字 對 因為背單字它有幾個方法 我這邊不得不推薦自己一個影片 你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 這裡 右上角 我有做一個影片是 我解析了四種背單字的方式 它可以讓你比較有系統化 比較有效力的背好單字 那第二個層面是 當你選擇的英文教材的程度 比你高太多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就坐在那邊放空 因為你完全看不懂 對 真的 對 所以與其這樣子 不如就是找一個 跟你程度比較相符的教材 當你比較符合你程度的時候 你比較可以透過猜測的方式 去理解到東西 這個其實在語言形象是 真的成立 就叫stack holding 它是一個專有名 就是說 還是要有一些去輔助你理解的東西 才能夠幫助加速你語言學習的過程 也不要完全硬背 第一句話十個籃子你都不會 你就全部都是差 真的 然後過了後你就忘記了 所以 好好選怎麼背籃子 跟選適合你難度的題材 嗯 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沒有效應嗎 你要這樣子吧 這個會效應吧 我可以幫你後製效應 嘴心也會遮掉嗎 嘴心也會遮掉嗎 嘴心也要遮掉喔 好嘴心幫你打法塞克 好我說最後一個 英語老師很XXX 英文老師很XXX 這不是我說什麼 我只是去取一樣我身邊的人 所以不是你的老師 不是不是不代表我 不代表我 真的英文老師有看到這部影片嗎 沒有沒有他不會看 他不會看 就是認為他們就是很XXX 就是不想學 就因為他們我就不想學 嗯 了解 好 這比較不像英文問題 你要看自己讀 自己讀吧 對或者是可以在網路上面 找一些你知道 看起來比較可愛的老師 你可以找一些 好像可以讓你放鬆的影片 你會比較想要學 對因為生活實驗的影片 這邊看完之後 然後來學一下英文 然後學完英文之後 再回去看一下 再放鬆一下 然後這樣一個週末就過去了 對 至少沒有學到東西 快樂學英文 對快樂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我們今天結論好爛 快樂才是最重要的結論不錯 對對對不用負責 大家快樂快樂 開心開心 所以希望今天的討論有幫助到大家 對於學習英文的觀念 那也不要忘記到 專的頻道可以看看 他的生活有趣 輕鬆的影片 然後也看完之後 記得要回來學英文 然後熊熊熊們 記得要回來學英文 好你最後是不是有一個結尾 是你已經很快的 講過所有的東西 沒錯 好那你代勞 對你來講最後的結束 我怕會不會起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可以幾次 OK OK那我們 OK各位觀眾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按個右下角 喜歡想要追蹤更多動態 我剛剛沒有理錯了 想要追蹤更多動態 可以點個左下角的訂閱 你覺得這影片不錯 可以按個下方的分享喔 OK各位觀眾 我是尊 我是阿滴 我們下次再見 拍完了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